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学大家好 我们今天这里介绍第二章 第二回的螺旋及螺旋连接件 这里重点的提示 也先跟同学报告几项 第一个像这里有要介绍到机械利益还有机械效率 跟我们所谓的螺旋的起重机或千金顶的一个计算有关 第二个是螺旋原理还有各部分名称 例如像我们的一个导层 导层角 螺旋角 这些的定义名称还有它的数学式 第三个是各种的螺纹特性功用 那以螺纹的话我们种类分类也很多项可以分类 那大致上就是用到用途的来分类 主要用用途分类 然后它的特性哪一些 第四个是公字螺纹与阴字螺纹的规格表示 这种规格表示要会看得懂也要能够自己也要会写出来这样 那第五个是螺旋起重机的机械力跟机械效率的计算 这个计算考题 那第六个是插动螺旋互视螺旋 它们相同或不同的地方使用的目的如何 那第七个是螺酸螺钉的种类特性 这个各种的螺酸或者螺钉要把它认识它的特性内容 第八个就是螺酸螺钉它的规格 以及它的一个规格表示 那第九个是螺帽 我们刚才讲螺酸的种类规格 现在螺帽也一样 有它的一些种类特性 那第十个是螺帽锁索装置 螺帽锁索装置 我们分成有两大类 一个是雀壁 一个是摩擦锁索装置 把这两大类分类 第最后一项是电签 我们的电签规格 电签的种类特性 那我们现在从第一项的机械利益跟效力来介绍 这是在第二章的内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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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螺旋的机械力 还有它机械效力的内容 那第一个我们先认识所谓的机械效力 机械力 我们先认识机械力 机械力又可以读作力比 那甚至于到我们杠杆的部分 它也可以称为力背比 你也可以读它力背比 我这边的符号 我们是用MA符号表示 M也可以 我用MA来表示它 那所谓的机械力 我们讲的就是 MMA机械力 它是我重动键W 去比上主动键的F 就力比力 这个W是代表是我们的主力 我们先写成所谓的重力 那也可以是主力 它也可以是抗力 那F力呢就是我们的作用力 是主动施移的力 所以也称为施力 W力比上F力 这个就是我们的所谓的机械力 也叫力比 也可以讲力背比 那所谓力背比呢就是变成这个是 我们这里给各位就是主动键的力背 就是我们讲施力背 那比上这里会是一个抗力背 这样的话就叫做力背比 一个是力比力 一个是力背比抗力背 这是我们机械力 那机械力呢有三个结果 机械力的三个结果呢 有大一小一跟等一的 如果各位看到机械力呢 我们是大一 它就是一个省力 那省力通常就是费死 省力的费死 另外机械力呢也有小一的 机械力如果小一的话 它是省时费力 省时但是费力 如果机械力等于1 F跟W相等的话 我们知道既不省力也不省时 它不省力也不省时 那主要呢 像我们在滑轮滑车那一单元的话 它固定滑轮就是主要改变势力方向 那通常这里的问答方式 也可以告诉同学说 机械力如果越大的话表示它是越省力的 机械力越大就表示越省力 这是在机械力的部分 那机械力呢 我们也可以所谓的总机械力 总机械力呢 是等于各个部分的机械力的相乘机 我一样用MA符号表示 只不过说总机械力是你看到滑车组的部分 有几组滑车组 那么它的机械力分别 如果一个是MA1 一个是MA2 一个是MA3 那这一些机械力 你可以把它相乘机 总乘机起来 这个就是所谓的总机械力 这是机械力 第一个内容给各位 那么第二个 我们继续来看到 所谓的机械效率 机械效率的话 我们是用1塔 加1塔 机械效率 那么什么叫做机械效率 我们机械效率给各位是 输出功比上输入的功 我们用功比功 或者讲功比能 那用百分比例来表示它 或者你也可以用所谓的功率 P bar O 比上P bar I 也是用百分比例来表示机械效率 比较常看到 那这里的WO WI的话 我们这里就所谓输出的功 那比上我们输入的功 一个是重动键 重动键所画的功 一个是主动键输入的 我们这里用百分比例表示 另外一个是另外一个P bar O P bar I 我们这符号是输出的功力 一个是输入的功力 这里是功力比功力 输出的功力 那么比上输入的功力 功力比功力 要用百分比例表示 我们这个就是所谓的机械效力 但是各位要知道功是力跟位移的成积 功力的话是力跟速度的成积 也就是说我们如果用这个输出的功 用成符号的话 你要用重动键的力 W力 去乘上重动键的位移 那这边是主动键的力 乘上主动键的位移 用百分比例来表示它 这个是数学式的方式写法 那如果是功力的话 我们用力跟速度成积 那就是重动键的力 乘上重动键的速度 速度的单位时间位移的变化 那输入的话 同学这里就是主动键 乘上单位时间 我们这里也是位移的变化 是主动键位移的变化力 这里就是我们所谓的机械效力 那主要功的话 单位我们这边采用的就是牛顿米 功的单位我们用牛顿米 牛顿公分这样 那功力的单位就请同学要注意到 我们这里有所谓的马力 工制的马力 几匹马力 或者同学用瓦特数 几千瓦也可以用瓦特数千瓦 这里来表示我们的机械效力 但是机械效力 我们这里有一个所谓的工之原理 工的原理也可以讲工作原理 是指的说我们的机械效力百分百 换句话讲工之原理的意义 就是说输入的能源跟输出的功相等 我们这里的意思是说输出的功等于输入的功 或者讲功力输入的 他们的相等输出跟输入相等 那相等就是效力百分之百 也就是机械效力 这个时候的机械效力就是百分之一百 也就是等于一 但是这个是一个理想 我们实际上达不到 机械运转运作当中 都会有产生的摩擦损失 会有动力的损失 所以这个理念给各位就是说 我们的效力百分之一百 是一种理想化工之原理 但是实际上给各位要注意一下的是这个 实际上有滑动的损失 或者这里我们讲滑以损失力 这个损失力我们用MF的符号表示 用百分比例表示 这是实际上会有 所以我们的机械效力很小一 也就是这时候机械效力 这个一堂是用1去减掉MF的百分比例 也就用百分之百去减掉我们的损失力 例如有百分之10的损失 机械效率就百分之90 百分之20的损失机械效率就是百分之80 也就这一个机械效力是很小一 我们一定小一 这一句话读成中文的话 所以机械效力很小一 这里是讲机械效力 很小于一 它一定会小一 实际上一定是小一的 所以遇到问题碰到题目的叙述 如果有滑动的损失力 像我们螺旋启动机千金顶这一类的 它有损失力的话 就把它改为用机械效力来算 以机械效力知道的话 就带入我们刚才这边的方程式 你可以求出输出的或者输入的功 也可以求出我们的功力 输出功力或输入的功力这样 第三项我们这里也有一个总机械效力 总机械效力 那所谓的总机械效力 是各个机器的机械效力的相乘机 也就是我们也给同学写成 1塔1乘上1塔2乘上1塔3 有第四个第五个呢 把它连成相乘机起来 例如 我们的一个柴油汽车营 那如果给各位是像马达 像发电机 各个机械分别给机械效力 串联使用的时候 那就所谓的总机械效力 用相乘 这相乘机就好像我们打折扣一样 如果打5折再打5折就是等于打25折 50%乘以50%就等于25%这样 这个就是总机械的效力 这是我们第二项的机械效力内容 给各位介绍说明到这边 接下来要请同学看第二个内容 就是螺旋的原理 这个机械效力2的话 我们那个大标题应该是写成这个2 然后呢 这个是一个1 这是第二个 这是第三个 这样的话 就是我们的机械力里面的内容介绍 接下来看螺旋的原理 我们准备介绍螺旋原理 螺旋原理 螺旋原理呢 就在我们的讲义上是第17页了 那第一个来看斜面 来看斜面 斜面的话 我们第一个是如果用在亚 这个传达 运动 把斜面用来传达运动的话 那各位可以看到是这样 我们的一个斜面 这个是斜面的倾斜角 我们用一个θ角度 它是一个倾斜角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高 另外这边也是为底边 这个是底边 这个是我们的斜面长 这个是斜面 那如果有一个虫洞键 我们要放置在这个位置 这个从那个斜力呢 我们是在这个位置方向 水平方向 是一个f力 结果我们这个斜面 它运动 位置呢 运动到这个以来 把这个斜面呢 我们移动位置 移动到这里 那使得这个重动键 w呢 也上升 它上升到这个位置 那现在呢 这个重动键的运动 上升距离为多少 比如我们给各位写成 这个s的w 重动键sw 移动的位移多少 那就是这一个斜面 移动的位移 我们斜面呢 左动的位移是这一段 是s的f 请结晓是cita 那重动键上升的sw 就是这个sf 乘上这个tangentcita 它的正切值 所以这个是重动键 那上升的位移 给各位写成s的w 这个sw会等于多少呢 它是等于这个主动键 位移 再乘上这个 傾斜角的正切值 tangentcita 这是我们的 用斜面来传达运动的部分 重动键的上升位移 会等于主动键 它移动的位移 就是斜面移动位移 跟这个傾斜角正切值的 相乘积 那主要是用三角形 它的一个边长笔 各位你可以把它这里做一个辅助图 也就是我们这里到这边 它的上升位移 就是等于这一段 那这个小三角形跟大三角形的 呈 那个相似的三角形 因为这个sita角度 原来的斜面移动到这里 还是sita 那用这个高比上高 会等于这个底边比上底边 高比高 会等于底边比底边 所以就得到我们这一个 所谓的sw 等于sf乘上tangentcita 刚才讲的高比高的话 那么那个高度 就是相当于我们这sw 那底边的话是sf比上这一个 这是用于传达运动部分 我们斜面 第二个是用于传达动力 用于传达动力 那传达动力分成两部分 一个是作用力 沿斜面 或者讲平行斜面方向 沿斜面方向 也可以讲说是平行斜面的方向 好 这时候呢 我们的斜面 给各位仍然画出这个直角的三角形 斜面的倾斜角 还是用shitta角度 这里一样是我们的一个倾斜角 这边是我们高 这个是斜面的底 这是我们斜面长 斜面的长度长就这一段 那所谓的他传递动力的话 假设一个w重物在这边 有一个w重物 那我们的施力方向是平行斜面 或者讲沿着斜面方向fd 那这边的一个证明方式呢 是斜面当x轴 垂直斜面当y轴 你只要把这个w 我们把它分解成两个分力 一个w在这边的话 分解成这两个方向分力 一个是垂直斜面 一个是平行斜面 这是cta角度 这也是cta角 所以你找出的是这一个f乘上 那个是w w乘上sine的cta 不过在这里的条件 我们是之间为光滑面 摩擦系数为0 那因为水平方向 就是我们的sima的fx 在我x方向斜面的方向 x合力为0 那等于说我们的f力 要等于这个w乘上sine的cta 所以这时候他们两个的机械利益关系 我们记作ma给各位是f分之w 那这时候我们会得到多少 会得到sine的导数 sinecta分之1 sine导数的cosecondcta cosecondcta 这是作用力 如果沿着斜面方向的话 可以获得它的机械利益 可以得到是sinecta导数 sinecta导数 或者cosecondcta 那么如果我们的作用力是水平方向 这个结果不一样 第二个给各位是作用力 那么以水平方向 在水平方向的话 我们这时候机械力是tangent的导数 也就是content 各位可以看到一样的三角形 傾斜角我们仍然叫sinecta角 这时候我们的w中物是在这里 w中 作用力的话是水平方向 是这个方向力 那这样的话它的机械力 我们把w力一样分解成两个分力 我还是以这个斜面为x轴 垂直斜面当y轴 所以这个w力就可以分解成这两个方向的分力 你看一个是垂直斜面 一个就是平行斜面分力 这个θ角度这边为θ 这个就是我们的w乘上sineθ 那f力也要把它分解成两个分力 一个是垂直斜面 一个是平行斜面 这个θ角度这一个就是θ 所以这里是f乘上cosθ 那么结果我们也是找在x方向 x方向 仍然0u是为0 它们设为光滑面的情形之下 我们这里才成立 所以你可以看到是f 那个sima fx要0 所以在我们的x轴方向 有一个f乘上cosθ 结果要等于这个w乘上sineθ下滑力 那如果写成机械力的话 ma就是等于f分之w 那这边是cosθ 比上sineθ 那各位可以把它写成是tangent的导数 tangentθ的导数 或者就是所谓的cortengent cortengentθ 这个就是作用力如果在水平方向时候得到机械力 我们第二个人来看螺旋的原理 这里其实是讲螺旋利用斜面的原理 第二个 螺旋 螺旋我们第一项内容给各位 螺旋是利用斜面原理 或者讲螺旋为斜面原理的应用 这是螺旋为斜面原理之应用 第二个是它的一个各部分的名称 我们给各位看到这里 来那我们这里找到的是这个圆柱体它的直径呢 我们用第一符号来表示直径 那这个直角三角形就是刚才讲的斜面 刚好把底边靠着这个圆柱可以绕它一圈一周 这个绕一周的时候这个底边三角形斜面的底边 刚好就是这个圆柱的圆周长拍地 它是这个圆柱的圆周长拍地 那这个斜面在这个圆柱上形成的轨迹 在它表面上形成的这个轨迹 这个轨迹就是我们所称的螺旋线 所以这时候这一条线轨迹就是称之为螺旋线 那就是我们的螺旋线 那螺旋线的话它有选项的你可以找轴线来分 沿着这个轴线遇到这个螺旋线 如果我们站这个正立这个方向往右边上升的话 它是一个右旋的 如果选项方向沿着这个轴线走碰到螺旋线 往左边上升的就是为左旋 所以右旋跟左旋一例找轴线 沿轴线来找 碰到螺旋线遇到螺旋线往右边上升 右旋往左边上升为左旋的 那这个螺旋线绕一圈 就是在这个圆柱上这样轨迹绕了一圈螺旋线 沿着这个轴线移动的位 位移就是上升或者下降 也就是所谓的前进或倒退 这个位移就是我们这个直角三角形的高 就刚好这个高 而这个高这个adron 我们是称它为一个导层 这个导层 所以导层是螺旋线回转一周 那么沿轴线上前进的距离或倒退的距离 称之为导层 这个导层到时候我们如果螺旋线数给你 给逻层的话 它是等于螺旋线数跟逻层的成绩 例如双线螺纹的话 它就是两倍的逻层 三线螺纹就是三倍逻层 那如果单线螺纹导层刚好等于逻层 那如果螺旋线跟我们这个垂直轴线 因为各位要找到出这一个轴心线 这是我们的轴线 跟这个轴线互相垂直的这一条线 我们的螺旋线跟垂直轴线的夹角 这个就是我们所称的导层角 这里的导层角landa landa就称它为导层角 这称它为导层角 就是我们刚才斜面的所谓倾斜角 是这个螺旋的一个导层角 那么如果螺旋线跟平行轴线的夹角 就这个角度夹角 这夹角我们就叫它为螺旋角 各位看到的是这个角度 就相当于里面这个夹角一样 这里我们用一个图层角 它是为螺旋角 螺旋角 这是螺旋角 螺旋角跟我们这个导层角 是互为鱼角 两个相加是呈90度 因为直角三角形 三个内角合为180度 这边为了